我们上节课呢 我们学习的是两个关于进程相关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命令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学的其他命令呢 就跟这个进程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那第六个呢 叫DU-SH指令 DU-SH指令 它的一个指令作用 作用呢 我们先回想一下前面啊 之前呢 我们在学习LS-L的时候 L-S-L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下L-S-L L-S-L 咱不看不看这个目录吧 换个目录啊 切换到 切换到加目录吧 L-S 但是我们看这个命令的时候呢 提到这个东西 就是关于这个数字这个 然后说它呢 是大小 后来呢 我们又有个叫L-S-L-H 都会显示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呢 都是4.0K 那这样的话 它这个里面的东西 实际大小呢 我们就看不出来了 因为 如果往里面放东西 它不可能是4.0K的 那我们怎么看 真实的目录的大小呢 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到 我们这个名字呢 叫DU-SH 所以它的作用呢 就是查看目录的 大小 真实大小 我说真实大小吧 真实大小 就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呢 作用的话有了 那么参数呢 也要说一下 每个参数是怎么意思啊 或者说选项吧 选项的一个含义 它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 叫-S -S呢 表示 只显示 汇总的 大小 只显示 汇总的大小 那么它呢 有这个英文单词翻译 但这个英文单词翻译可能有些单词 没见过 你能不能自己拼出来 不要招着读呢 语言单词是这个单词 叫Sumory Sumory 它是全称的意思 但是呢 在这里面呢 它变成了 附属 附属 就是汇总的一个大小 这单词 如果能记住 那最好 然后值显示 汇总大小 那么显示大小的话 一谈到大小 就有个问题了 它可不可能说 来个KB 或者什么单位的 所以我们后面 要加上一个H 那么这个H 和我们前面学的 LS-LH 以及还有一个 Free-M 它的含义 其实是一样的 表示以较高可读性 可读性的这个形式 来进行显示 较高可读性的显示 进行显示 那至于单位是什么 它会自动找合适的单位 当你的里面的大小 达到G的时候 它就以G为单位 达不到G 就以兆为单位 达不到兆 就以KB为单位 它会自己调啊 所以这个单位呢 咱就不用管 咱到时候呢 它显示出来 我们能认识就可以了 行 那么这个是它的作用 语法的话 就像我们刚才写的是一样的 语法 那就是警号 DU-SH 那这一块呢 后面还要加个东西 不要忘了 就是这个路径 你要统计哪一个目录 你得把目录的路径告诉它 这个呢 它的语法格式 那现在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我需要去统计一个目录的大小 按理 需要去统计一下 之前呢 我们这根下面 根下面有个叫运维 看看有没有啊 这不是个目录下 是加目录下 统计 ROOT加目录下 也就是ROOT下面的加目录下 很牛 X 这个目录的实际的一个大小 实际大小 那这样的话 我们回到这边来 写这个命令 命令呢 就是DU-SH 后面加上路径 也就是ROOT 这个斜杠呢 加不加都一样啊 加不加都一样 你要是能分得清这个 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 那就可以写当前的这个 直接写名字也行啊 都可以 但是路径不要找错就行了啊 这是最终的目的 按下回车 20K 那和我们这边显示的4.0K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呀 这个4.0K 只是这个目录 不包含里面的东西啊 他占了4.0K 但实际的大小呢 是20K 20K 那这个呢 是之前的结果 那刚才有同学说 这个地方呢 叫DU-SH 我直接写这个运维啊 写它呢 一样的 一样的啊 因为呢 只是路径的表达 表达形式不一样 一个呢 相对啊 一个绝对啊 最终结果是一样的 并不影响这个结果 20K 行 那我们来统计个大一点啊 再换第二个 不要统计根目录 不要统计根目录啊 统计根目录 这节课就不用上了 就等着吧 统计我们下面的ETC 下面的啊 这个目录的一个实际的大小啊 也就是以后呢 咱在执行的命令的时候 尽量不要从根开始 就是不要直接找根 找根 因为根太大了啊 里面文件还多 它就汇总的时候 太慢太慢啊 等的时间太长 所以就不要找根了啊 那么DU-SH 根下的ETC 37兆 这个单位 它自己便不需要我们去管它 不需要我们去管它啊 因为它已经达到兆的这个级别了啊 所以37兆 那如果再多一点呢 上1000多兆啊 它就自动给你换成G了啊 换成G了 这斜杠 后面这个斜杠加不加无所谓 但前面这个必须得加啊 前面这个必须得加 行 那么这是这两个操作啊 那后面的话啊 就可以通过DU-SH 这个指令呢 来显示 或者说得到啊 一个目录的指定的大小啊 指定的大小 不像之前 之前LS-LH啊 只能看到0K 没有啥意义 那这样的话 用DU-SH 就比较实用了啊 DU-SH 两个参数 第一个-S 汇动大小 第二个H 以高可读形式 进行显示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下一个啊 第七个 第七个呢 叫Find Find的指令 那么Find的指令呢 它的实际的作用 和它的单词含义是一样的啊 表示插找啊 所以其作用呢 就是用于 查找 查找 文件 哎 就这个作用 那么这个命令的话 它的参数 如果有同学翻了手册 你会发现它参数巨多 多少个 55个 参数巨多啊 55个 所以这里面这些参数呢 咱不需要全去记住 两个常用的 记住两个就够了 一个刚name 一个刚type 其参数有55个之多啊 这地方呢 咱就记住 重要的就可以了啊 预法格式 预法格式呢 Find的这个命令 要执行 首先 Find给它写上去 然后要找文件 那么什么时候会使用Find 或者说什么时候需要去找文件呢 比如说什么时候我忘了这个文件 我放哪了 哎 然后呢 想嘛又比较费事 所以呢 我就让计算机帮我去找 那么这个功能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我们这个Windows之下 Windows之下 这上面有个搜索呀 哎 你只要往这里面一搜东西 是不是要搜了 那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搜 它从哪开始搜啊 是不是死电脑啊 那么死电脑是不是几个盘都得搜啊 啊 那如果我打开它呢 它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搜啊 那如果说我再打开一个呢 它是不是从里面开始搜啊 所以搜的时候 主是不要告诉它 你从哪开始搜 因此呢 你先得告诉它搜索的一个路径 就是搜索的一个范围吧 路径范围 你先得告诉它从哪开始搜 行 然后告诉它之后呢 后面呢 我们就可以加上我们的这个选项了 不是 你要搜 你得告诉它 你根据什么东西搜 也就是我们选项 选项这里面有两个嘛 一个刚type 一个刚name嘛 然后空格后面就是选项的一个值 选项的值 比如说我要根据名字开始搜 行 那你得告诉我名字叫什么 你要根据类型搜 OK 那你得告诉我 你要搜的类型是什么 都得告诉它啊 所以有个选项 有个选项的值 那它呢 大概通用那个语法呢 就是这么一个形式 那这个是find的语法 那么windows之下呢 除了刚才我们可以通过这地方搜呢 大家说这个效率比较低 的确比较低 那有一些可能 其他的比较好用的小工具 比如说我地方装了一个叫everything everything这个工具呢 搜起来就比较快了 有兴趣的同学呢 或者说经常忘记东西放哪的时候 可以下个这个东西 回头发啊 如果需要回头发 它很快 它直接就给你全盘全列出来了 比如说我要搜 以信号开头 然后呢 以控制结尾的文件 很方便 这个是windows之下的小工具啊 这个问题问的好 对用门索引啊 那这块的话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linux啊 find的路径范围 加选项 加参数的值 加选项的值 那么选项呢 我们有两个 一个呢 是-name -name表达的含义就是 按照文件 或者不能说文件吧 文档名称进行搜索 那这地方呢 它也是支持模糊搜索的 支持模糊搜索 含义就是 我这个文件名我也不可能全记住 我就记得好像有一个什么 比如说LOL开头的 或者说里面包含LOL的 是吧 那这时候你可以直接输LOL 不用管它全名叫什么 我模糊知道其中一部分就行了 所以这个呢 它支持模糊搜索 然后第二个呢 叫Type Type呢 是按照文档的类型 类型进行搜索的 那么有个问题啊 咱文档类型 现在有哪些文档类型呢 那就不对了啊 那就不对了啊 这么说就不对了啊 文档类型 前面我们在第二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三天应该讲过 当时讲了两个 对文档类型 一个是杠 杠表什么 表示文件 表示文件啊 表示文件 不要记错了 D表什么 表示文件夹 所以指的文件类型 就是指的这个啊 不是指.txt.wc.doc那些东西啊 不是指这个 文档类型就指的是 这个D和杠 但是杠在这里面 我们不要用杠啊 那么在搜索的时候 杠我们需要使用F来表示 在使用bind的时候呢 需要呢 用F来替换 F好理解 File嘛 文件嘛 D.delector 目录嘛 这时候不要用杠了啊 用这个F来替换 那么文档类型 目前我们绘这两个就够了 当然文档类型 远远不值这两个 还有其他的 暂时我们还用不到 行 那Name Type 这两个选项就有了 OK 那现在呢 我们有个案例 案例呢 就是第一个要求 和我们刚才使用 这个小工具一样啊 我要搜出所有的 所有的点 空付文件 使用Find啊 来搜索 来搜索 不所有的吧 咱有一个文件叫 http d.空付吧 我们搜索这个文件 来搜索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在哪呢 我不知道 在哪呢 我不知道 那待会咱用路径 该有哪个呢 是不是用根呢 就是全盘搜索嘛 我不知道在哪 我就用这个根 行 那命令的话 大家按照这个语法来 看看这个命令 应该怎么写 发案的 然后呢 跟 杠杠什么 所以我现在是 按照什么来搜的 是不是按名称来搜的 所以应该是 内姆是吧 内姆后面呢 理想状态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看行不行 来这边来 Find 杠 杠内姆 http D点 空 走 正在搜着呢 你看根下就比较慢了 所以这个根呢 就是真的是不到万不得已 就不建议用 因为它的效率稍微有点慢 还没结束呢 稍等片刻 出来一个了 他告诉我这个文件 第一个找到的 在ETC下 httpd里面 空腹里面的 httpd点空腹 有没有其他的了 是不是就是一个呀 那说明啊 全盘就这一个文件 符合啊 是httpd点空腹 这个文件名的 啊 好 那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所以以后的话 在用的时候呢 如果你这个目录 记得在哪一个目录下 就是能精确 尽量精确一点 尽量不要从根开始走 太慢了 效率比较慢啊 嗯 行 这是这个小案例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个案例 案例呢 第二个 案例就是 我需要去搜索 ETC 目录下 目录下啊 所有的 所有的 空腹文件 所有的 空腹后缉文件啊 那么这个名领 我们该怎么写 find 目录 ETC 然后 杠 内姆 后面 信号 点 空腹是吧 哎 那具体有多少个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目录 咱是不是已经限定了一点呢 所以待会时间可能要快一点 ETC 杠 内姆 然后 信号 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名字 我也不用知道你什么名字 我只要知道后对就行了 是不是很快 因为东西就在这个目录下 哎 这里面东西呢 也并不是 还挺多的啊 还是挺多的 哎 你看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 都是点空腹吧 哎 行 哎 那我如果说想知道一共有多少个呢 我怎么办呢 哎 对了 如果我想知道多少个文件的话 那我只需要在原始命令之上 加上一个 管道 WC 杠什么来的 杠L 很方便吧 哎 所以说管道这个东西呢 还是比较好用的 哎 你说有让范的自己去数多少个呢 还比较难 但是我可以把范的输出作为WC的输入 哎 那这样的话通过管道啊 一连就出来了啊 一共392个 哎 比较方便的啊 行 那么这是第二个啊 还是根据这个名称来进行搜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根据类型来进行搜啊 当然类型的话就比较 文件肯定是比较多的啊 不管是文件还是文件夹 它的数量呢 都不在少数 一块用 一块用的话 犯不着 没有什么意义啊 没有什么意义 嗯 案例三 案例三呢 这个时候呢 哎 我来使用 find啊 来搜索 来搜索 etc 目录下 etc 目录下 呃 再精确一下吧 因为咱光搜空付就这么多了 你要是再 搜全部的文件就有点多了啊 etc下的 看看哪个目录下搜啊 就这个吧 etc下面的 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叫做sane e.d下面的 然后类型叫杠 type 有空格啊 有空格啊 有空格 这地方有空格啊 然后加什么 fld f啊 不要搞错了啊 f 因为 是文件嘛啊 所以得抓住这个关键词 抓住关键词啊 文件 我来来试一下啊 清评 find 杠 etc sane ed 然后后面呢 杠 type 那之前呢 在我讲这个f的时候 之前有东西说txt 或者说文件类型 这个号宝纸呢 那试一下知道了 他怎么说的呀 说type的参数应当仅包含 一个字母啊 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就是啥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f和 d了 所以这地方呢 不要把后对往这加啊 后对往这加是不对的 那我们要加一个f 走 来检查一下 这些是不是都是文件 有没有文件夹的 没有吧 没有文件夹啊 所以这地方呢 还是可以的 那统计多少个 那我们只需要在后面再来一个 wc-l 75个 像 这个是查看啊 文件的啊 查看文件的 来搜这个文件的 f表示file啊 file 行 那么同样 我们还是拿这个来 我来搜一下 另外一个目录下 比如说我搜这个 atc下面所有的 目录 那文件夹 来搜文件夹 就是不搜文件了 那这个命令和上面这个相比一下 什么地方有变化呀 路径肯定有变化啊 然后 杠 type 然后给他一个d就行了啊 给他一个d就行了 行 然后来一下 file 杠 etc 空格 这个斜杠加不加无所谓 杠 type d 检查一下 这些是目录吗 是不是咱不知道 那验证一下啊 怎么验证ls 只要你是目录 你可能就能被ls 比如说 这个pango etc pango 他既然 自动补权出杠了 那说明他应该是个目录 是目录吧 里面的东西呢 对吧 是目录的啊 所以这些呢 就是目录了 那有多少个 同样我们可以通过管道wc-l 257个 257个 另外大家需要注意啊 我们之前提到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说明它是什么呀 国键夹吧 国键夹 行 但是这个颜色在这里面不提 不显示啊 我们通过fine的时候 它是不显示颜色的 它是不显示颜色的 行 一共是257个啊 这个目录还挺多的 从哪开始 从这 显示目录 显示目录 fine的命令呢 主要是用来做这个搜索的啊 以后呢 如果东西放哪了 不知道啊 就可以使用 fine的命令进行搜索 嗯 那fine的命令 能不能搜索出 隐藏文件呢 咱试一下 啊 咱试一下 嗯 那么先看一下 当前用户的这个 加目录啊 看有没有 隐藏文件 有吧 哎 有很多啊 有很多 咱找一个吧 像这个点 catch 它是个目录啊 找这个不合适啊 看有没有隐藏文件 文件 来斯 H SP 是吧 哎 就他吧 行 那find 那我要搜的话 那这时候我目标明确 我在root下面搜 是吧 然后杠什么 杠name是吧 哎杠name 然后 点 l e s s h st 能不能啊 能啊 是可以的 哎 那另外可以尝试通过这个 type 然后呢 我通过f来先搜 看它能不能列出来 你看是不是都带点的 好多带点的 对吧 那么带点的这些呢 都是隐藏文件啊 都是隐藏文件 包括隐藏目录 它也能列出来 啊 可以的啊 所以并不会说 因为隐藏了 我就搜不出来了 啊 所以不用担心 啊 那至于这个工具 能不能搜出隐藏文件 回头大家自己试一下啊 看看能不能把你的电脑上的 一些隐藏电影 你搜出来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因为fine的这个命令呢 呃 如果 如果你要谈这个 跟你的账号有关系的话 那是有这么一个关系 就是你自己 假设我是一个普通用户啊 你要搜 你肯定不能搜入他用户的家呀 你可以搜自己家的隐藏文件 但是你不能搜别人家啊 就是警察他也不能敢随便搜名贼啊 啊 所以这边也很一样的啊 这个低级的用户 肯定不能搜高级用户的家 但是高级可以搜低级的啊 嗯 评级用户 没有权限 没有权限 评级用户 他也有权限的问题啊 也有权限问题 为什么看也有权限的问题呢 这个得到后面讲权限的时候再讲 当然我们这块也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权限 其实可以分为三部分 一个呢 叫拥有者 一个叫 同一个平级用户 还有一个称之为叫其他用户 所以别看是同级用户 他也有权限啊 得看有没有权限才能访问 有权限访问 那才能搜 没权限访问不能搜啊 就这么举个例子吧 咱这个一个家里 是不是有好几个房间呢 有一些家庭比较民主 你要搜大人搜小孩的房间 是不是得经过小孩允许啊 虽然是家长 但是你也不能乱来啊 得尊重别人的隐私 下一个命令呢 叫 Service这个命令 Service这个命令 S-E-R-V-I-C-E-S Service 指令 那么Service指令呢 这个指令 也是一个重要指令 它呢 也是百分之百使用的 Service先明白它单次弹译 什么弹译啊 服务是吧 服务 Service服务 它的作用是 用于控制 一些软件的服务 服务的 比如说启动啊 停止啊 还有呢 除了启动停止还有什么 重启啊 重启 所以它的作用主要是控制一些软件服务的启动 停止和重启 退出就是停止啊 退出就是停止 一个意思 启动停止和重启 就是三个作用 预法格式 预法格式呢 相对而言比较固定啊 简化开头 S-E-R-V-I-C-E-Service Service后面跟着一个 不是星啊 那个星我放这地方表示任何的意思 跟着一个服务名 跟着一个服务名 然后后面呢 紧接着就是我们三个操作 启动叫start 然后停止叫stop 重启叫restart 就是三个啊 就是三个 这是语法格式 一般呢 这个语法呢 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Service服务名 启动 停止和重启 重启 例如 这地方呢 举个例子 我们安装的这个 Ninux服务器啊 它本身已经给我们装好了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呢 叫Apaq Apaq是干嘛的呢 Apaq呢 就是后面 以后各位需要频繁打交道的一个软件 Apaq 它能够保证说我们项目上线之后 能够让我们去访问这个项目 一个网站项目 这是Apaq是个基本的东西 是一个软件 后面要接触的 包括我们本阶段最后呢 也要接触Apaq Apaq需要去做它 那Apaq的话肯定要装 那装完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对应的服务 那如果说我要想别人能够访问的网站 那么必须你先开起Apaq 必须先开Apaq 它呢就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 你要是不启动Apaq 那别人肯定看不上你的网站 那别人肯定看不上你的网站 Apaq需要启动 例如我需要去启动我们本机安装的Apaq 那Apaq这地方备注一下 它是一个网站服务器的一个软件 光有光有服务器是没有用的 光有服务器没有用的 那肯定有软件 没有软件 肯定不行 就像我们这个Windows 如果说你的电脑上没有任何一个浏览器 你能看网站吗 光有电脑行吗 是不是不行的 必须要下个什么呀 浏览器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不代表说我光有服务器 你就能做网站访问了 你必须还得先装对应的软件 而Apaq就是软件之一 它是一个网站服务器软件 需要去启动我们本机安装的Apaq 这个不需要我们装 我们这个系统装好之后就自带已经有了 只不过它没有启动 那如果说我需要启动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首先得知道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 它服务名不叫Apaq 其服务名 服务名叫ihttpd 也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搜的那个叫 ihttpd.conf 那这个conf就是它的配置文件 那现在我们要启动它 那么启动它的话 按照刚才介绍的这个语法格式的话 那么这个语法应该怎么去写 ser vrs 空格 后面呢 start 没也说吧 没也说啊 ser v i c 当然我这个不一定起得来 我装了啊 但是不一定起得来 哎 启动了 哎 你只要看到了 确定 OK 那就正常启动了 你但凡是看到红色的失败 那就表示你启动失败了 大家可以运行看看 看你的能不能成功 可以是吧 运行一下 这个命令呢比较短啊 抄一下 service 加上服务名 加上start 这地方有个需要注意的啊 以前呢 以前别的班同学 有个同学呢 挺奇怪的 也不知道是上课呢 没听明白 还是怎么着的 他呢在敲这个命令的时候 晚上怎么敲呢 晚上我见他这么敲 service hgp start 杠 stop 杠 restart 哎 然后后来他就问我说 老师这个命令 为什么我起不来啊 为什么起不来 我说谁让你这么写的呀 你让我这么写的 啊 不要不要这么理解啊 你这么理解就没意思了啊 这个杠呢 表示货啊 表示货 就是三个的 你选一个就行了 那至于选哪一个 看你想要的需求 你想启动 那就start 想停止就stop 想重启就restart 啊 能启动是吧 好 能启动之后 那么可以验证一下 刚才说 Apa其他是一个 站点服务器 好 那么这时候打开谷歌 打开这个火壶啊 打开火壶干嘛呢 输入一个 之前我们通过 hostname-f 查出来那个结果 叫local 哎 你会看到这界面 这个界面什么 这个界面就是你当前 服务器 他默认的一个页面 啊 就是默认的一个页面 那这个东西 跟Apa其有关系吗 哎 首先你会发现啊 这个页面上 它肯定有Apa其 这几个字 哎 这是我们确定关系的 第一个点 那第二个点 那这时候 我如果说把它停止了 我把它停止了 比如说我来个 stop 那来个stop 之后 你再刷新一下 你看lowhouse的能出东西吗 他告诉我没有了 那没有了 说明这个东西 跟Apa其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有关系 哎 所以以后呢 在以后咱要做这个 网站上线的时候 哎 你首先得保证 你的服务器 Apa其安装 并且已经启动了 你要是不启动 你的服务肯定是没有要访问的啊 这块呢 我们再启动一下 行 那么看到这个结果的话 哎 就说明我们的Apa其 启动是成功的 并且呢 我们刚才也通过了 浏览器来进行验证了 啊 呃 启动的话 咱可以换个用户试一下啊 呃 大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在启动的时候呢 会使用这个root用户 那么这个同学的问题 问的挺好的啊 我现在呢 把它停掉 停掉啊 呃 停掉 知道了 这样的话 咱来切换一下这个用户啊 呃 先不要着急用这个SU 先不要着急用SU啊 我先通过界面来切换 Ninux123 哎 输入密码 好 打开了啊 打开之后呢 我打开中端 然后按照刚才咱命令叫 SERVICE Sovies是吧 然后后面加上 HGDP D START 哎 能不能启动呢 哎 不能启动 为什么不能启动呢 这个不是因为权限的原因 不是因为权限的原因啊 还是因为权限的原因 叫Permission Denied 拒绝了 为什么拒绝了 因为 Unable to open Logs 打不开日识目录 那还是没有权限 所以这块呢 跟权限还是有关系的啊 还是有关系的 嗯 当然如果说你给这个日志 给他 读权限和权限都给了的话 那其实可以是他运行的啊 所以跟这个用户呢 其实没有必然关系 主要是看这个用户有没有权限 这个呢 才是最终的啊 这么一个要求 切换一下 我们再切换回来 Root 诶 鉴定故障啊 密码说错了 应该是 这个东西不需要我们自己装啊 当时如果在安装我们的虚拟操作系统的时候 按照我那个步骤来的话 就不需要我们自己装 它支带已经有了 自带已经有了啊 哎 那么刚才是停止和启动 我们再来试一下 还有一个叫 restart 哎 正在启动啊 啊 重启吗 重启 先是停止 停止呢 你看 确定 确定正常的 然后重新启动 是不是就对了呀 啊 所以重启的话 它就相当于先关掉 然后呢 再给它开开 啊 就这么个过程 嗯 行 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服务这块 那么目前呢 我们能测的服务呢 哎 尽量咱们各位测的时候测这一个就行了 不要测其他的啊 因为其他的服务万一是系统服务 你给它重启了之后呢 可能效果就 后果 有什么后果真不知道了啊 咱就拿这个来测 肯定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这个 阿法席 叫 HTDPD 啊 TDPD 哎 那么刚才呢 我们学了一个命令叫PS 那现在我们启动阿法席 能不能查一下呀 来验证一下啊 行 那么启动之后啊 来通过 PS PS命令 哎 来 检查 HTDPD 哎 这个服务呢 是否启动 啊 是否启动 这么查 PS 杠 EF 然后 直接咕入REP了吗 管道府嘛 这个不要忘了啊 GREP 谁啊 有没有 有 有 是吧 他告诉我们这个位置在哪啊 USR下面的SBIN 哎 但是我们启动了一个 按理说 他应该出现两个呀 就是一个这个 一个 这个呀 怎么中间还有这么一堆呢 注意看这个 这个是什么 叫PPID吧 哎 PPID不是表示 这个进程的负级进程吗 他负级进程 你会发现 哎 不就是他吗 哎 那其实 后面这些进程呢 是 我们执行的 那个阿帕西的紫进程 哎 这个紫进程干嘛的呢 紫进程是这样的 这个意思啊 因为我们这个阿帕西 后面肯定是要给这个用户 提供网站的访问的 这么一个服务嘛 那如果说 你的访问量比较大 那是不是 他来一个 你得开一个进程 来个 你得开一个进程啊 他怕开得慢 所以呢 他先开几个等着你 先开几个等着你啊 就是先开几个紫进程 等着用户来访问 那当这几个紫进程 用完之后呢 不够的时候呢 他再去开紫进程 也就是说 网站服务提供这个东西呢 其实这个进程呢 他不干事 他主要给你分配紫进程 让紫进程去给你做这个 访问的一个服务啊 就这么一个作用啊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这边的话 查看这个结果呢 还是可以的啊 的确呢 看到了进程了 的确有这个进程了啊 所以说明我们这个 阿帕奇这个服务呢 他启动上呢 是正常的 没有问题的啊 PS-EF GIP LGBD 过滤出其中的 阿帕奇相关的进程 检查是正常的啊 检查结果 那么后面的话 如果呢 大家以后呢 我们装一些其他软件的时候呢 到时候的啊 也可以呢 去通过这个服务 进去启动 但是前提是 这个服务必须得有啊 必须得有 并不是说 你装了一个软件 他就有服务的 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啊 比如说我们Windows下 Windows下 Windows下 像我装的这个 嗯 不是QQ吧 那比如说 我这里面 有这么几个小工具 这几个小工具 像这个S边里面 有这几个小工具 比如说这个PSCP 它是一个程序吧 能不能运行呢 能运行 肯定能运行的啊 卡屏了 不会死机了吧 呃出来了啊 哎 完了 真死了 就是说 它是可以运行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 它在服务里面 有没有呢 那个真不好说了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服务怎么打开 这个呢 是一个小技巧 大家可以去 在笔记里面去记一下啊 就是说我们要 如果想看服务的话 一个呢 是我们打开右键 然后在任务关系里面 找服务 哎 搜一下 看这里面有没有PK多的 叫PSCP的 P S CP PS RS RS 有吗 没有啊 所以 不一定是所有的软件 都有服务 不一定是所有的软件 都有服务 啊 但Apaq这个地方呢 它就有服务 它就服务的名字叫 HTTP Apaq 这个是服务的名字啊